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对莱英省老乡 柏林大学校友成为人类思想史的拐点 从他们的成长路径 看思想史发展的规律 和时事造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 1806年 铁血君王菲特列大帝去世后20年 耶拿战役 普鲁士被拿破仑军队击败 这是新一代军队 对封建旧军队的降维打击 普鲁士军队中充斥等级制 腐败 募兵贪腐 士兵劳役 加边刑 年老的将军 而大革命后的法国军队 破除世袭 刚解放的农民主动积极 战术灵活 士气高昂 在战术上 法军重视独立的师 包抄激动 依托地形 散兵作战 需要主观能动性 复杂训练 晋升机会 而普军战术思想 依然是排队枪臂的献猎阵型 和大会战思维 黑格尔此时任耶拿大学教授 亲眼看着拿破仑骑马穿过耶拿城 1806年至1813年 德意志反法解放战争期间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激情被点燃 为救亡图存 康德学生 哲学家费希特四处演讲 受邀担任普鲁士文化 和教育司司长的红宝 上下奔走 德国的哲学家 教育家 在推动全民族的教育 和思想革命 普鲁士政府 推动施太英哈登堡改革 解放农民 取消普鲁士农民的人身 依附城市 设立议会与政府 设立国家机构体改革军事 废除荣克军官 特权建立新军校 培养新军官 在国王威廉三世的支持下 红宝创立了柏林大学 这是人类历史 第一所现代大学 以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 教研合一的理念 开启教育改革 费希特任第一任校长 1830年黑格尔继任 该校诞生57位诺奖 是德国诺奖最多的大学 爱因斯坦 普朗克 黑格尔 波恩 汉姆霍兹 赫兹 哈勃 薛定谔 威博 格林 舒本华等一大批学界大师 都曾在该校学习或任教 康德 费希特 正是马克思入学后 求学的思想起点 但反法解放战争后 专制统治者并未兑现 曾经的自由 民主的承诺 1815年 神圣同盟建立 1819年 德意志联邦 实行卡尔斯巴德决议 镇压自由主义运动 大学法要求 设立学监 监视大学生和教授 解除有民主思想的教师的职务 解散学会 新闻法要求 严格检查一切印刷品 联邦查究革命颠覆活动 有武力干涉的临时决定权 这些法案一直实施到1848年 德意志的专制统治者 全面禁锢自由思想 而此时的莱茵省 正是德国自由主义 最兴盛的地区 德国长期是一个 选地侯邦国伶俐的地区 不同区位有不同文化 1815年 拿破仑倒台时 德国主要分四块 一是东北部的农业帮 封建 专制 二是传统的普鲁市地区 因施泰因哈登堡改革 工业发展 三是中南部地区 巴登 福腾堡 黑森 汉诺威 巴伐利亚 萨克森 温和的自由主义主导 受法国影响大 是农业区 最后 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 由于法国长期占领 和拿破仑的制度和土地改革 反封建进程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认同法国大革命后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原则 对于普鲁市专制体制 并不认同 受益于大陆封锁政策 工业迅速发展 亚亨 巴门 艾北斐特的纺织业 雷姆夏特和佐林根的 金属加工业大发展 恩格斯正出生于巴门 成长于艾北斐特 出生于当地富裕的 纺织工厂世家 而马克斯 出生于历史名城 特利尔 这里是德国 法国 比利时 卢森堡的交界处 曾是古罗马培都 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 马克斯和恩格斯 都出生中等阶层 接受很好的中学教育 先后到柏林大学求学 此时的柏林大学 是德国的最高学府 欧洲古典哲学 发展到康德 黑格尔 发展至高峰 青年黑格尔派 就是黑格尔去世后 这座德国思想殿堂中 最前沿的思想运动 由于小资的保守性 他们中的主流 仍把德国未来的希望 寄托于普鲁士国王的恩赐 而马克斯和恩格斯 真正深刻 严肃 独立思考 对康德 黑格尔 费尔巴哈等 进行了继承和批判 发展出了新一代 更完善的哲学 马克斯主义 对康德国思想殿堂的